我特别希望在两会的时候 两会代表积极建言 我们的政府积极的采纳 积极的进行调研 因为接受到方式调研 就是说大文化产业的振兴 已经其实提出了快两年了 但是目前来说 大文化产业还是处于混沌的状态 很多弄成了大文化地产产业 这实际上是正在丧失宝贵的机遇 怎么样给整个的大文化领域 都出台一些务实的政策 这种政策很可能不是做加法 而是做减法 少管一点 放开一点 文化产业才能真的发展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是对于传统的 我出身于IT行业的建议 就是说我是特别希望 因为每年也有大量的IT业的代表 网络业代表 其实大文化比较虚 IT数字技术比较实 ICT技术和文化行业的结合 其实是预示着新的方向 也是个真正的蓝海 而不是红海 这方面其实我也希望 这来自于包括IT行业的两位代表 能够在提案发言这方面的建议上 也都动动脑筋 帮我们整个行业 提供一些更多的活力和资源的支持 对于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